中美关系方面 美国众议院星期一 以国家安全为由 通过了生物安全法案 限制美国和外国生物技术公司 展开业务往来 并且点名了五家中国企业 对于美方的新法案 中国除了坚决反对歧视性的措施 今天促请美方停止担用各种借口 无理打压中方企业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会众议审议 通过有关法案 针对中国企业采取歧视性措施 美方应当放弃意识形态偏见 切实尊重市场原则和经贸规则 停止推进有关法案 停止滥用各种借口 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为各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 和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中国将继续坚定维护 本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我们也支持中国企业 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中国外交部范人毛宁 今天下午召开例行记者会时表明 中方一如既往将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美国众议院星期一以306赞成票 对81反对票通过生物安全法案 当中直接点名五家中国企业 包括药明康德 药明生物和华大基因集团等等 其中药明康德和子公司药明生物 随即发文告 反对美方这种未经正当程序的预设性 和不合理的指控 他们也否认构成美国的国土安全威胁